各位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微辣關注組 我是Water 合聽合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讓他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加好 微辣前經理人阿貞 離世前的最後感言 有提到和微辣的恩怨 六毫子 佩南、思南 肥仔Jacky 卡達阿成 因為兩年前 貼過哭哭淚鏡照 被網民指責 集體欺凌阿貞 歸縮了那麼久 佩南在剛剛發文道歉 有出來試水溫 但是網民完全不收貨 為了避免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直接講一下這篇文章的重點 第一段 又是那些官方說話 網上有大把板可以抄 第二段 一開始就說自己 在2021年3月 在2021年3月不再屬於微辣 只是和微辣是合作關係 因此不了解裏面的運作 就可以看得出他 只是想撇清關係 明節保身 並不是真誠懺悔的道歉 第三段聲稱 已經不存在任何的影射 但是沒有師徒解釋 為何會發出這張哭哭相 理由單薄無力 由於面臨判決前 垂死掙扎 沒有任何的說服力 而且說他自己是因為無知 而不經意地欺凌了阿貞 但是他妹妹施藍 在直播的時候 不承認有欺凌過阿貞 你們兩個說話之前 有沒有夾過口供呢 不知者不罪 不適用在施暴者身上 不論是行為或者語言上 尾那兩段更加噁心 阿貞過身 你來懺悔或者來辯解 還要慷慨陳詞一番 感謝所有微辣的人 這個時候還要擦鞋 完全是不合時宜 始祝大陸 百事當紅事辦 有些什麼人 會在喪禮上面 唱小鳳姐的歌 不讓人拖出去濕兩幕 都偷笑了 這次的公關 又在哪裏請回來的 閉嘴吧 作了幾個星期 都是交這些貨出來 絕對不收貨 為何他們還以為洗到白 出個不知什麼道歉文 或者推卸責任文 就想著可以做回Youtuber 現在真的覺得陳冠希那種道歉 原來是最真誠 不像這些人 現在都還覺得自己是無辜 對著一些不知悔改的人 一句真誠而完整的道歉 原來真的這麼難 和大家看完這篇文章 應該就會感受到幾個重點 首先是希望大眾 重新認識他們 其次就是感謝薇辣 最後就是希望和薇辣的小夥伴 還有合作機會 老實說 阿貞離世的第二天凌晨 私藍那場直播 那一下笑容 真的確實令人心寒 沒看過的朋友 可以按右上方的連結 有一個微辣的playlist 而且他們兩姐妹 是第一批unfollow阿貞的人 不過他這次 就沒有說和阿貞是好朋友 怎麽會欺凌他 諸疑此類 因為這條招 已經不成功了 不過比起之前的PL 這篇文其實已經算不錯 終於不是用前員工 學大粒密華債 真相到這一刻 就不再重要了 你們每一個都是馬後炮 一個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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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你 打到當日的你 怎樣都是彌補不到 一切的傷害 原來你們 撇清關係才是重點 那幾個老闆 第一天就不應該歸屬 你看回其他國家的真正藝人 如果遇到相同的情況 是會第一時間走出來 出想出問 發聲回覆 為問已故藝人的親友 真是好同事好朋友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你們所說的頭七論 而且阿貞的頭七已經過了這麼久 諾仔法所謂的證據又去了哪裏 你們這班人 只懂得歸宿 在IG那裏逃避責任 做戲給你們的政府和客戶看 個個都說不關自己事 個個都是為了自己的前途 再想復出 難為了一個女生 永遠都不能夠復出 有一位網友就說 發現那個filter 和微辣公司 和阿貞離職的事有關 和卡特的說法有所出入 卡特就說 不會出來傷害好朋友 你們兩個夾好口供沒有 對啊 雖然說一人做事一人當 但是詩南在阿貞走了之後 幾個小時開直播 第一時間 撇清和自己的關係 真是很不尊重阿貞 已經不是失禮 而是失格 而你民眾所說 兩人正活於自責和反思當中 請問詩南還被人認到 在比利那廣場逛街 這是什麼情況呢 詩南可能回答你 自責不可以逛街嗎 而事情發展至今 你們都沒有向阿貞的家人聯絡過 你們做過什麼 向阿貞的家人深切慰問 隨便找個鍵盤打幾個字 那就是深切慰問了 對吧 真是很厚顏無恥 另一個網友更激 立物撒又出來做戲 澳門真是多得你們不少 影衰了 講得出叫他加油 那些人有沒有人性 希望以後不會再在任何社交媒體 見到你們微辣的這班人 算了 算了 我免得人家老豆 晚鬼 走來找我 怎麼辦 麻煩觀眾 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 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給面 喜歡 就訂閱 share 在這再見